我愛的使用 都是可愛的 別操心 還是要再次的謝謝我們國花汽車跟我們統聯汽車 跟縣政府共同來攜手合作 那我們今天共同來簽署這個合作的宣言 把我們的長青卡能夠呢 價值 因為我在基層好招條 就聽到我們的長輩一直在講 我們的長青卡只能用在我們的張客 遠客 南投 客運 中客 這個是限於我們市區的一個公車 我們也有補助六條溪頭的一個戶外的一個公車 最主要是來鼓勵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產商朋友 他們能夠走出去 那我們在今年呢 擴大了包括我們這個陳農替議員 意義在爭取的五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原住民的成車補助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六月份有申請這個卡的 也有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的 那怎麼樣讓長輩呢 走出來 讓長輩呢 能夠呢 把這個長青卡更加值 那真的要特別謝謝我們統年和國光兩家公司的一個這個配合作 那也跟大家報告 這一次我們總共有八條路線 就從我們的這個統年客運 它在1615就是從彰化到台北 那1616是從圓林到台北 1621是從台中到高雄 1630是從西港 那一直到台北 1652從渡港到台北 還有國光客運1828從彰化到台北 1829從圓林到台北 1830從北斗到台北 有這八條 那國道客運的一個路線 踏入我們免費陳車的一個補助範圍裡面 那我們的長輩只要遲著我們長青幸福卡 到我們這個售票處 就可以拿到我們社會的一個這個點數 全額可以移扣 那是從八月一號才開始 那我們有看到我們裡面的 包括我們這個最高可以 最遠最遠的地方就是在北斗到台中 那一趟是2001 所以最高可以很扣到420 我們的長輩就不會講說我1000塊錢都用不完 因為市區要運到1000塊錢 這點也很辛苦 但是呢這個就可以讓你到南部到北部去探探機 然後呢去做自助旅行 那都可以 所以在這邊再次的謝謝同學 張華縣在王縣長的帶領之下 那其實非常的照顧我們這些資深的國民 可以出這個長青幸福卡 那一開始在市區慢慢擴到跨縣市 現在連這個長途國道都可以去運用 我想這個身為張華縣的資深國民 應該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一起的來補充我們這個歷史的一個畫面 好謝謝 那邀請我們現在還有普光客運的王富董 統聯客運的學校朋友在一起去玩之後呢 可以拿著我們的長青幸福卡一起的來遊玩 好那現場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來 張華長青幸福卡 我們真的好幸福啦 真啦